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张栋梁在前海有没有什么措施 辩理清除人朋友去做创业的 目前的设想是这样的 除了我们早期进来的一些 腐化的一些合作团 腐化期的合作伙伴 比如我们厚德还有这些伙伴 近期我们可能还要启动 新一批的这些合作伙伴的 这个领选 大致我们会有十家八家的 这么一个合作伙伴 包括了香港方面的 腐化机构 通过引进这些机构之后 我们会慢慢形成一个生态 打造一些的活动 包括一些资金 也包括一些的技术的引路 像我们说是打开门 来找合作伙伴 来一起分享在前海 在梦工厂我们能做得更多 将这个生态做得更好 为我们整个深港的青年人 在这里创业 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希望更多的香港的青年朋友 能来到前海 除了来了解前海 更多的是在扎根前海 来一起进行互动 进行分享 像这实际上是生态的一部分 我想每个人都要为这个生态 应该作为生态的一分子来看待 有点儿 有点儿